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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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 其實不是只有馬總統碰這問題 其實川普上談就發現這個問題 是為什麼川普對於整個貨幣政策 有出現很大價值觀的改變 除了他的信仰 他的自信哲學之外 他看到的 他才是跟庶民站在一起 因為他自己辦企業 我們最喜歡把另外一條拉過來觀察 就是大陸的快遞業漲價 我們把這兩題議題要開始併在一起做一些解讀 因為按照上禮拜最新新聞 因為我們知道雙十一的高峰 下個月就要來囉 這中國的剁手黨 剁手旺季是瘋狂買 恨不得把手剁掉 叫剁手黨 那三通一打 先有兩家要準備調高快遞的價格 這個快遞對於電商有多重要 所以我剛剛在節目之前一開始提到 最近有個蝦皮拍賣在台灣 因為他為了搶市場 所以他就打錯了廣告就說 所有的快遞或運費我吸收 那是不是真吸收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至少這個口號 吸引了大量的賣家跟買家 就跑到蝦皮拍賣 那雅虎也受不了 商店公務街也受不了 為什麼 原來快遞的一個成本 竟然在電商當中扮演那麼重要的角色 偉大的不是電商 而能夠成就偉大的電商推手 竟然是偉大的快遞業者 好 最近我們觀察 那快遞有什麼漲價 第一個原油跟紙箱 今年開始大漲 從去年第四季開始大漲 另外農民工的低階送貨員的收入 基本大增 他成本大高 那另外是整個房地產的租金走高 所以他撐不下去了 我們要觀察一個問題 因為電商的偉大來自於快遞 要不是快遞在默默的背後 二十四小時送達 不管是颱風下雨 都把貨用丟掉用扔的 至少往你家門口裡面塞 沒有這些快遞就沒有電商 所以快遞撐不住了 那電商的下一步 這又扯到物價關係 你的掌握 對 這個其實物價本身來講 第一個他有時候會有一個低延性 就原物料漲了以後 接下來是才會漲物價 那第二個部分 當然這個採樣的部分 跟我們的感覺是不一定一樣的 但第三個就是說 如果這個不一樣的東西 拿來當作政策訂定的工具 那當然容易出錯 對 就為什麼這個FED印了那麼多鈔票 竟然沒有通膨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對 按照過去的經濟學 不管廢學的方程式 理論上物價應該漲翻了才對 對 所以這也沒有 其實這定謀很重要 像衡量今天價值 楊世光價值的 東昇是用收視率 就是A12省做的收視率調查 這個收視率高低決定我的價值 可是觀眾朋友 事實上我們在網路上 在網路媒體當中 YouTube 你可以看到東昇 武器經濟報 事實上那個收入 對我們經濟報來講很大 那假如我是大家 假如經濟報的觀眾 都在網路上收看 而不收看電視的話 我會失業 你懂意思了嗎 因為東昇的定謀在於 ASN尼爾省的收視率 他的定謀並不是在於 網路平台的收入 觀眾朋友懂意思了嗎 所以定謀定的準不準 可能我在網路爆紅 我是超級網紅 我不知道 東昇不知道你知道 可能我因為網路爆紅的關係 反而是我把電視關掉 所以當一個標準定錯的時候 這節目就關掉 還好我們收視率每天都有進榜 所以觀眾朋友你不用擔心 你在哪邊看 我們都很高興 可是假如定謀定錯 或是我的經營有偏差的時候 整個可能公司的決策 就會出現非常大的誤差 我們今天討論 就是這一個問題 對 所以定謀本身是一個問題 當然你要看那個連結性 比如說這個 剛剛說王提到說 比如說電視台按照收視率 其實收視率其實是按照到 是連結到廣告的收入 所以這個時候 我拿這個廣告收入來支付成本 那是很合理的 但是現在因為這個網路媒體的發達 不一定要看電視 我同樣看五期經濟報 我可能看YouTube 那這時候可能跟廣告之間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所以這個是定謀上面 因為新時代的一個發展 網路時代的發展 包括目前電商的發展 所造成一些現象 那電商的話 其實最重要後面的推手就是 快遞 快遞 那快遞其實最近不只是中國大陸 在全面行行行漲 其實這個日本也是全面大漲 對 日本第一大的就是黑貓 黑貓宅機變 它大概在日本本身的市場大概是 接近快到五成 那壟斷了 對 這個已經壟斷了 寡戰 那它特別提到從10月份開始 這個黑貓 Yamato的部分 所有的快遞大概往上漲15% 這條幅也非常高 對 因為它佔這個整個電商的成本 其實是蠻高的 對 那裡面大概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它去年的財年到今年的3月份 因為這日本的這個快遞年度 大概它的這個快遞包裹的數量 大概增加7% 數量增加7% 那就很恐怖 因為數量 因為它數量已經來到18.5億個 這個數量非常 那中國更不用講 1千1億個 對 那第二個呢 集團的整體員工雖然說有20萬人 比10年前大概增加了30% 不過人力還是不夠 因為量這個包裹的數量增加太多 對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工會要求 因為這個員工做得太辛苦了 所以呢 它要求說 對電商等等 享有折扣的這些大客戶 漲價 漲價 要不然的話你就不要收 那為什麼 因為從整個財年 雖然說它的這個包裹是增加 但是呢 它的營業利潤 竟然下滑了15% 那主要 第一個當然是員工的薪水 第二個呢 是包裝了一些包財 規模的經濟 等等一些成本 這個再增加 所以它特別要求 從10月份開始 因為知道後面是11 這個 剁手日 對啊 光棍節 所以呢 現在來看 就是說它還特別要求說 今年的這個財年 就是說到明年的這個 三月份的這個會計年度 包裹的配送數量不能超過 上一個會計年度 工會那麼兇 工會很兇啊 超過就不送了 對 反正這是日本黑貓 所以以後 耶誕節 因為12月底 一定會超過 只是下聖誕老公公還在送貨 對 所以你購物節購太多 是 耶誕節就沒人送了 因為反正它是規定整個年度 要特別留意 這個中國的新交 聖誕老公公就這樣死掉 蠻可怕的 那另外如果說 從中國大陸來講 當然快遞業者 這個也是全面喊漲 那為什麼呢 第一個 其實我們看一下 這是 這些快遞的收入 不佔整個郵政收入的比重 其實是越來越高 對 那越來越高呢 因為主要第一個是數量很多 第二個呢 所有的業者 剛剛提到這些快遞業者 他都用殺價競爭的方式 是 所以你看一下 從2012到2016年 其實他每一個包裹 運送的單價 已經從18塊8 掉到15塊 掉到去年已經來到了12塊 是 一個包裹12塊而已 對 非常的便宜 那那麼便宜的一個包裹 主要是因為 我們剛剛提到打價格戰 對 那打價格戰打下去以後 其實這些快遞業者 也非常辛苦 這個工資也往上調漲 第二個部分就是包裁的部分 對 包裁如果說以今年的低點來看 這個最上面是廢紙的 價格的漲幅 最近還在漲 最近還在漲 如果以這個年初來看 大概漲61% 但是說從低點來看 大概漲一倍 是 那因為瓦嫩紙的原子的部分 做紙箱的 對 做紙箱的 他大概呢 如果年初來看大概漲33% 對 我們從低點來看 大概漲了快七成 是 因為這是他先低 他去再往上漲 所以你看這個包裁的價格 漲得非常多 那目前來看 就是說一些這個比較 不要說 這也不算中小型 因為最大就是順豐 因為順豐他每個單價是20塊 所以他目前是沒有要調漲 因為他本來價格就比較高 第一品牌都這樣 對 後面這些平均12塊13塊 就開始要往上漲 是 那我們用另外一個證據來證明 就是說 這個每個成功的電商背後 一定有個偉大的快遞業者 對 因為我們看一下電商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百度 百度的價格 這個百度單是搜尋引擎 他的股價 電商的這個股價 網上大漲 阿里巴巴也是一樣 86塊漲到184塊 對 非常的嚇人 那你說呢 身為他的供應商有沒有餘有榮焉 就像蘋果大漲 平概股是不是一定大漲 不一定 對對 一定後面有一個成功的平概股 偉大的平概股在後面支撐 對 那我們看幾個快遞業者 一個是升通快遞 你看一下股價跟人家能夠比嗎 不一樣 這個像話嗎 對 這個運達股份也是一樣 這像話嗎 對 所以這些業者苦不堪言 但造就了這些電商大漲 所以他現在當然要反應成本 這個是後面反應的趨勢 但是呢 一旦調高 因為未來這個本來就說 電商跟快遞的比重 越來越高 占整個購物的比重 所以你看到最近美國的一些這個 包括百貨公司也在導電 在關門 那現在這個比重越來越高 他一旦調漲之後 他會反應到 其他的層面的部分 對 這有點像油價調漲 是 因為這個比重越來越高 那現在才開始 日本是10月1號 那中國的部分是最近整個 比較 不算 不能算二線 其實他們量也很大 除了這個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順風 特別大以外 市值已經超過一億 全球最大的快遞上 就是中國 一天一億件 日本是一年 大概三十幾億件 那這個有點像是油價推升的效果 後面可能要特別的觀察 這我們外民哥的頭大 因為外民哥是我們最資深的新聞前輩 我們先把兩個題目合在一起 第一個是定毛問題 全球是不是出一個問題 我們從快遞者看到的物價 跟我們所政府官員看到的物價 是不一樣的 假如是順風快遞的財務長 一定覺得物價高漲 央行趕快升息 可是從蔡英文馬英九的主計出廠 回報的資料 都是物價平穩 甚至有通縮壓力 我們再回來看一下 隨著這種PPI大幅高漲 為什麼 這就是機身蛋蛋生機 因為大量的貨幣寬 拱高了包括了房地產的價格 就是租金 我們看這個成本 對不起 看這個成本 你看 第一個包括了租金 第二個 大量寬鬆原因 導致原物料價格走高 這原因之一 大量寬鬆原因 因為房租跟原物料走高 所以工資要求也變高 可是 大家沒感覺 我們來解讀一下 這次大陸快遞業者集體漲價 是他們現在已經太大了 不怕消費者抵制嗎 還是背後是有些說不出來的原因 政府關心的是宏觀經濟 企業或者說業者 他注重的是個體的微觀經濟 每一個國家的情況又不太一樣 比如說像剛剛居民講 日本的快遞也漲 但是剛剛聽居民哥這樣子分析的話 日本快遞漲的原因 是因為人工費用漲 人工費用漲是因為 有錢你也找不到人 因為日本是一個 勞動力非常缺乏的國家 所以乾脆就給你訂 今年你只能送這麼多 大力光就是這次新聞 這週末鬧很大 加一招人 來了三個人 只有兩個人填履地 結果我發現在海軍陸戰隊 對不對 當兵對不對 都比大力光還輕鬆 對啊 這很誇張的事情 工人 所以說勞動力不足的時候 它衍生出來 是另外一個問題 中國大陸這一波的這個 這個快遞業漲的原因 跟日本不太一樣 就是我剛剛講說 你把它放到這個 圍觀經濟來看的話 它主要是瓦嫩子大漲 因為可能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最近應該是上個月底 大陸出台的一個政策 就規定以後廢紙 因為過去大陸是最大的廢紙進口 這我們之前有專題做過 對 廢紙進口 如果那個廢紙沒有進過分類的話 是不准進口的 也就是說廢紙進口的成本大增 對 那這個對快遞業者 就影響非常大 其實台灣出台 廢紙回收也是非常錯 因為像我們的杯子 像我們來的便當盒 便當盒其實不能回收 因為它上面有包塑膠膜 你那個回收會導致廢紙再製的時候 極大的污染 因為廠商可能要用更多的硫酸 用更多的燃料 來把那個塑膠膜給弄掉 所以我們便當的回收 每次我跟我老回收 你便當不能回收 你回收會造成更大的污染 可是台灣人不知道 大陸現在開始要分類了 有的其實能回收 有的其實不能回收 你看這個大陸去年 這個快遞的件數 大概是312億件 你知道就像世光剛剛講 一天差不多一億了 這是十年之內增加了52倍 當然估計大概兩年以後 大概會超過 640億件 這是保守的估計 你就會曉得 其中有三分之一 必須要用到瓦韌紙盒 所以這個問題 是反映出另外一個問題 這我就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大陸國務院在發布 廢紙進口 要進行分類的管制之前 他有沒有想到這個事情 他沒有想到這個事情 所以看物價 或者看供需來講的話 業者的觀點跟國家的觀點 是完全不一樣 這也就是為什麼統計出來的CPI 跟一般老百姓的感受不一樣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他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他沒有想到 他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他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他就是最終的地方 他是說明星期間 他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他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是可以做的